榴莲之乡 文东今天迎来了一名远道而来的贵客 中国驻马大使 白天 身为文东区国会议员的廖忠来善尽地主之仪 带领大使和随团人员 在享用了一顿野猫山王入传的美味糕点和各式美食后 一伙人浩浩荡荡一架榴莲园 准备展开今天的重头戏 吃榴莲 在果农指导下 白天也尝试亲手开榴莲 第一次到访文东的白天就透露了一个小秘密 原来他本身就是果王榴莲的忠实粉丝 而且他吃榴莲的经历已经有20年之久 而且目前他最爱的榴莲品种是第24根猫王 文东榴莲应该是第二次 之前在吉隆坡有吃到 也是廖部长送我吃的 很好 所以我是寻着榴莲的香气而来 白天表示 在榴莲树下吃榴莲绝对是永生难忘 他胜在文东开布百年 保留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是个务华天保的好地方 承诺会努力协助我国代客榴莲出口中国 为文东发展出一份力 随着一带路的建设 文东必将成为一带路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地标 也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来文东旅游 来文东做民宿 来文东做各种生态游 那么也有更多的文东的美食 包括榴莲 包括这个 这个叫 牡丹 那包括呢 还有山竹 都会将输往中国 廖中来则指出 我国是最早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如今正高畅丰收 未来马中两国将继续加强合作 希望在大使协助下 把文东打造成经济蓬勃发展的生态旅游中心 八度空间谭凯倩 彭亨文东报导